佛山是武术之乡 自古出大霞 来到了佛山 没准能体验一次江湖侠客之旅 佛山人的功夫基因刻骨铭心 就连普通的吃顿早茶 都有可能会遇见高手过招 优优独播剧场 吃什么早茶呀 一定要去学功夫 佛山的大街小巷遍布着武馆和功夫脚 习武之人随处可见 那么在佛山呢 这里的广场舞和别的地方的广场舞 也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里的广场舞呢 可是武术的舞 像这样的功夫脚啊 在佛山有大大小小一百多个 每一个功夫脚呢 都有不同的门派和师傅 来进行免费的教学 那么大家呢 在上班前或者下班后呢 就会到这里来进行拜师学艺 一大圈下来 学了红拳 太极 螳螂拳等好多种 一时有些眼花缭乱了 最后在白眉拳的功夫脚 我遇到了这里的常驻教练之一 黄晓琳师傅 哇 太帅了 我特别想在佛山学一个 既上手简单 但是又有我们佛山传统的拳法 可以 我想请您给我推荐一下 我先给您展示一下 我现在学成啥样了啊 好 好 然后还有太极 这样 您看我去哪里学合适呀 你呢 学武的精神可佳 就是基本功差一点 佛山的武术门派很多 你去洪圣馆找他们的师傅 看看他们受不受理了 洪圣馆学什么拳 蔡里佛拳 蔡里佛拳诞生至今 已经有172年的历史 是享誉世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体系庞大 内容众多 有39套拳法 64套兵器 蔡里佛拳也是南拳的主要流派之一 武林常说北有太极 南有蔡里佛 我今天要拜师的 正是蔡里佛拳洪圣馆的馆长 黄振江师傅 你说什么要学功夫啊 强身健体 洪遥武术精神 你这个初衷是挺好的 云洋那个传统文化 我先带你去看看 我们洪圣馆的历史 和他的传统 好不好 好 黄师傅告诉我 在上世纪初时 蔡里佛拳开馆授徒 有着三不交的原则 官吏不交 土豪恶霸不交 流氓地痞不交 所有弟子都是生活在 旧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 正因为诞生于劳动人民 这种拳法使用的兵器 可谓是五花八门 手边能拿到的一切 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兵器 好厉害啊 这个毛巾那么软 怎么看起来特别有力 这个软兵器来的我们叫 软兵器 它有的作用的就是 我是做搬运工的 搭薄 一有事就打起来的话 也爱我就能够打 太实用了 我能学这个吗 能学 不过先要学好基础 看步 做 转身 再低点 低点 这都是最基本的马步来的 我们打出去的时候 比如说我叫意大利 用那个腰脖力打出来 好 开 打 这样打 打 就打 对 师傅我学的咋样 你学得都不错 你敢不敢实践一下 好啊 我给你个名片 你就去这个地方 我这个水平去哪 参加实战 你去找他就知道的了 好 好 师傅给的挑战 自然要认真地完成 跟随名片上的地址 我找到了这里 洪图策略新闻五 圣夜红阳 圣意中 黄师傅说的 就是这里了 师傅我们这是我们不是来学拳吗 师傅您也是这个蔡里佛拳的传承人吗 是啊 我是洪圣赛 我是洪圣赛里佛的武传弟子 那我们为什么是在做推拿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俗话就是说未学功夫先学跌打 五一同源 五一同源 那您现在还练拳呢 练啊 功夫是我们看家的东西啊 原来是这样 早年间习武之人行走江湖 跌打损伤是常有之事 多数武术大家都在一定程度上 掌握救治外伤的毅力 因此在过去 许多武馆都兼备医馆的职能 我们熟知的佛山武术家黄飞红 就曾经经营着宝之林医馆 不过这和我想象中的还是有点差异的 不如让我再去看看 相传有女性创立的永春泉 永春因武术名家叶问和李小龙 而为大家所熟知 是佛山三大泉种之一 几乎是近些年武侠电影中 不可或缺的泉种 循着喧闹的声音 我走进了一间永春泉馆 在这里体验了独角马战装和牧人装 行手 可以可以可以 那这样这样 也在和大家的交流中了解到 原来有这么多人都是和我一样 怀揣着大侠梦走进了永春的世界 除了蔡里佛拳和永春泉 我们在功夫电影中常见的武术大师 黄飞鸿所练习的红拳 也是佛山三大泉种之一 而由于黄飞鸿在省尸方面也造诣颇深 在佛山 红拳也渐渐和省尸在岭南文化中相互交融 难舍难分 在我半调子的习武经历中 我感受到了武术仿佛融入了佛山人的血脉之中 在和平的年代里 每一个佛山人还在以武健身 以武养德 不为征勇斗狠 只为自强不息 武的精神和力量 支撑着每一个佛山人的脊梁 更是中华文明千百年来 未曾动摇的坚定立场 功夫脚是佛山人习武健身的地方 常年有人在此健身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每个功夫脚都安装着警灯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以武健身 以武养德 真是提起佛山就绕不开当地的武术 然后这个题也有点难 问咱们说这个功夫脚上面都会亮警灯 是为什么 我觉得可能是代表一种秩序吧 那这个警灯呢 是代表国家的一种力量 强调一种法治 假如说没有这个警灯 一群人在这儿练 首先呢给别人感觉 只是一堆人在打架 第二感觉呢 这些人是什么组织 什么身份 他们为什么这么多人 砸得一起在这儿练武 就会缘发一些误解 所以警灯呢 还有一个标识的作用 就代表他们是那个 合理合法的 有组织的 有益于社会的 是的 那来吧 我们看看到底为什么当地的功夫脚上 都会亮警灯呢 为什么亮着警灯呢 因为功夫脚是佛山的武术协会 和公安局合作的 警灯一方面以功夫脚的形式 存在佛山的大街小巷中 有警示作用 另一方面 由于功夫脚常年有人练习武术 如果有人在路上遇到危险 是可以来这里求助的 你答对了吗 你答对了吗